HELLO, 大家好, 我的環境又不同了 因為我們現在人去了維亞納, 轉了酒店 但跟大家說回這條片, 我也是早就準備了 雖然我現在一個人在, 但準備的東西 有部份是十八天前準備的 所以是講Armorim 上次跟大家講過他的球員教練經歷 其實沒什麼講到他真的講他要教的東西 他的風格等等, 座教班底全部都沒講 這條其實一早準備就不是預錄的 但我希望內容盡量全部都更新 但我不可以保證所有東西都沒有錯 我盡力盡量去看有沒有更新 今天搭火車的時候, 我都用了很多時間 希望可以吧 這條影片做完, 我下條影片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真的未必拍到也不奇怪 看看到時候過幾天會怎樣 但這條影片先說完 Armorim 來了 11月11日 就是去了萬市 其實在萬市都沒有什麼球員 只有十多個 因為國際賽正在打 有些球員又傷了 所以他未必完全撕到球員 至於他第一場比賽 他將會是11月24日 11月24日就會作客升班馬的葉市域節 上場就剛剛爆冷贏了二次 所以都不是說真的很容易打 今年的升班馬其實是對對都市 除了葉市域節 其實他們很多場球都打得有色有色 最後可能防守不太好 但入球、班底、整場的戰術面貌 其實都是很不錯的 所以這對球不能夠忽視 但我們今天先不討論這場球 先再繼續討論 就是Armorim 還有很多東西還未說 就是他的班底 以及他的戰術 萬聯的球員 會不會用在他的戰術上 其實這些都是很多網友 一直叫我快點說 找不到時間 反正就是現在 在旅行中 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先從他的座教班底 這件事 上次我跟大家說 這個雲腦走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認為 管理上不能夠有兩個大佬 有雲腦在那裡 你真的威脅到Armorim 其實對他的管治 就不是說真是一件好事 但是沒有了雲腦 他是不是有足夠好的助教班底 或者是否有足夠的人手 今天我們就了解一下 其實他本身自己 Armorim都是39歲 一個39歲的人 幾年前才是教球 你可以想像 他那時候教球只有31、22歲 他沒有可能會找到 什麼大牌的助教 來做他助手 這個不現實 你又沒有經驗 還要你這麼年輕 那大牌的教練都不會跟著你 在教練的行業裡面 其實大家都有一些自尊心 大家其實都覺得自己會是厲害的 都會等到一些機會上位 跟你的話 你一定要有說服力 他沒有 所以都是一些兄弟班為主 這個很緊 一定是很緊要 由頭起步 肯定是會找一些 到同樣年輕 同樣CV上面 比較清白一些 2018年他交曝月的時候 有兩位助教 一直都跟著他 其實他現在帶來曼聯 暫時看 起碼有五個人 有沒有其他五個人 或以上的人 都並未有定論 但有機會的 可能看看之後 還能否談到更多 因為Sbooting 都應該不太肯 完全給你 或者你給你 那我就玩完了 Sbooting 現在自己歐聯 都在爭 他們有機會出線 他不想太傷筋鎖骨 這個我就可以 非常之能夠理解 但是這五個 就肯定會來的 包括第一位 卡路士-費蘭迪斯 29歲 右手邊的括弧 就是他有些什麼 Quality B 即是B Coach 即是You ever be Coach 其實就 不是非常之難的 通常職業球員 可能未退休 他已經考了 因為其實就只需要你 是 認識人 足足給位 然後你有在一些球隊 青年軍隊 或者是一些 其實是普通的球隊 業餘球隊 執教的經驗 你已經有資格 去考B Coach 所以卡路士-費蘭迪斯 其實只是一個很基礎的 Coach 即是一個Batch 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繼續 考上去 一定會的 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要儲時數 這個教練現在這麼年輕 還有29歲 可能他也是二十多歲 才開始執教 時間上他未必足夠 因為前幾年 可能太小 也沒有什麼實習經驗 可能真的上到B 之後呢 你繼續教下去 他一定可以上到他 也都不需要特別實習 因為你來到士不停教 去到萬聯教 其實就足夠了 第二位就是 Emmanuel Ferro 這位的教練 45歲 就是一個Pro License的教練 其實是英超教的 多數教練都是有Pro License 不是什麼特別 第三位的 Adeleu Candido 這位的28歲做教 就更加年輕 查不到他有什麼教練牌 或者沒有 有的話 通常都會寫 他自己也有一個 LinkedIn的網頁 介紹自己 都沒有寫到自己 有什麼教練牌 很大機會 只是一個非常低 可能是C Coach的教練 都不出奇 那就不寫出來 稍後會和大家介紹 下一位 George Vito 比較年長 63歲 他也有Pro License 最後一個位 Paulo Berrella 就是42歲 他也沒有寫自己有教練牌 他只不過寫自己有一個PhD 即是一個足球運動學上面 或者醫療學上面的一個博士學位 背景大家都看見 五位座教 Qualify applied上 其實並不是很好 有兩個 其實 זו 他的排タ figur 並不算到英超級級級級級RIQ 英超級級級級級 very少見P Coach 但總結 和ARMORIUM 一樣這麼年輕 奧年輕 兩個二十多岁 一個四十多歲 一個四十多歲 只有一個六十多歲 Vito 中途加入 便不是AMORIUM 所以就稍微練習了一點 大家看看怎麼看 年輕的教練團 能不能碰電眼聯那班球星呢 雖然他們不是巨星 但性格是有的 不知道是否服你 首先就先講卡路士・菲蘭迪斯 這一位的助教 29歲 大家想想自己在做什麼 我29歲都沒有做過什麼 我都是在講球 不知道是不是在開診 應該沒有了 可能過了去英國 甚至有些網友都還未29歲 但你29歲的時候 一定 也不是一定的 有些人都可能很成功 但大部份的人都應該不及他 以這個年紀 去到萬聯做助教的一號人物 其實Mori強調 萬聯或過往在Spooting 他是第二把交椅 他僅此於Mori強調 對他的評價相當高 大家在後備直 將會不斷看到這位年輕人 甚至Mori強調 Mori強調 有些人的翻譯 叫做出師 在足球行業中 就是蠟燭 他覺得是魔腦 魔腦不是他自己 是他的助手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評價 29歲其實真的相當多世界 在這個年紀 在這個年紀裡累積到這麼多的執教經驗 總有一天 一定會自己擔正 大家放長雙眼看 很可能會是一個未來好的領隊 年紀他第二年輕 有個28歲 但他29歲 只是老一年 他18歲就開始執教 但都是教一些比較低組別的球隊 以及一些青年軍 做助教起步 18歲開始教球 其實這個人 從小已經很清晰 自己想要什麼 或者自己的弱項 踢球一定不厲害 否則他應該就走了去踢球 那他怎樣認識阿摩霖呢 其實他在做奔菲家梯女的助教的時候 就是跟阿摩霖是相遇的 這個也是一個緣分 因為當年阿摩霖是踢奔菲家 並不是在執教奔菲家 我不知為什麼他們會認識到 可能是一些聚餐 或者發現了一個這麼年輕的人 在這裡是教練 聊聊天之下就認識了 到阿摩霖一退役 決定要從事執教這一行之後 他就馬上邀請卡路士法蘭迪斯跟隨他 那次那隊叫做Casa Pier 就是浦瑜的球隊 拔了卡路士法蘭迪斯 而卡路士也都 真是可能知道這個大佬 這個其實等於他是老闆 因為他去到哪裡 他就跟到哪裡 你老闆做得好 你就繼續做得更加好 你去到士富亭 老闆人工是一百萬的 你可能就只有十萬 你去到萬聯有七百萬 你就可能會有七十萬 所以你跟對老闆 其實在教練的生涯裡面 都是很重要的 可以說阿摩霖是胃眼色英雄 但同樣地他都是胃眼色英雄 他找對了阿摩霖 這幾年是富耀直上 你不是找他 你沒什麼可能可以幾年內 在29歲就去到萬聯 來到萬聯 其實是他們合作的第四隊球隊 當然他的實力 實際上你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你看不到訓練場 他們在做什麼 你只能夠透過阿摩霖的個人評價 對他 我相信他是一個非常有戰術頭腦的 年輕的教練 雖然很年輕 但他其實已經從事足球的執教 十一年了 由十一年前做這個年輕隊的助教 到現在 其實很多的教練去到四十幾五十歲 可能他只有十一年的經驗 因為多數都是退役三十幾歲 才是慢慢讀一些科程去重教 他走快很多 儘管看看他有多少 這個我其實是挺期待 第二個 Adelio Candido 這位28歲的年輕助教 他更加誇張 1996年出生 剛剛那位卡路士 1994年出生 兩個都比我還小 28歲 真的很年輕 他也是從Carsapier 這隊的蒲越球隊 是跟到Armorium 跟到今天 亦都是去到第四隊球隊 一直都帶著這一位的助手 但他就似乎不是那種天才 因為Armorium 其實都沒有提過他 都是提卡路士 費蘭迪斯多 一直下來的訪問 都是講他 就不講Adelio 他其實本身在認識Armorium之前 亦都只是Carsapier 這隊蒲越球隊 的U15 的助教 這個就差很遠 因為你看到卡路士 法蘭迪斯 是入賓菲加做助教 以及梯隊的助教 跟著一兩年 升了做梯隊的主教練 他是蒲越的年輕隊的助教 和蒲超的年輕隊的助教 是兩個世界 蒲越的年輕隊 就等於業餘球隊 所以其實他的出身 是非常之低 為甚麼這麼低 你有料的 應該去到大球隊 為甚麼呢 其實本身他只是大學 讀一個足球訓練的學系 做professional football trainer 是有這樣的課 歐洲是很多大學都有的 但是他讀這些課 就不代表他做到職業隊的教練 很多畢業員都是做一些 業餘的 或者民間的足球學校的 訓練 甚至他本身是一個 學校的PE老師 足球肯定是他的夢 都試下執行一些 業餘球隊 自己找餐 找飯吃做老師 就是這樣 讓他在Carsapier 遇到阿摩尼 然後讓他上色 升上去做助手 一直由蒲越 到布拉加 到士富亭 到曼聯 也有緣分 認識到阿摩尼 但我覺得他能力上 不是很出眾 但可能有些事情 需要信得過的人 去做輔助 不用每個人都很聰明 有時候都是 阿大很聰明 阿爾很聰明 他們去設定一些計劃 他們去做計劃 然後你去幫他們做他的機械臂 你去實行他們的計劃就可以了 可能這個人的執行力很強 也不足其 但是想法上規劃 他就不像說有很多資料 這個就是另一個年輕人 然後去很多年的親信 第三個 Emmanuel Ferro 這位45歲教練 同樣 都是很年輕就開始執教 你看到共通點 幾位教練都並非球員出身 只有阿摩尼不是 他也不是 踢到21歲就沒有踢球 然後22歲就執教奔菲加的梯隊 又是奔菲加的梯隊 但是跟卡路士法蘭迪斯不同代 因為他教的時候 他22歲 其實卡路士法蘭迪斯只有幾歲 那時候他還在讀小學 甚至讀幼稚園 所以他們兩個是 如果你要講背份 Emmanuel Ferro 是老資格很多 但是他並沒有做副手 他不是二號 即是阿摩尼選了卡路士法蘭迪斯 所以這位教練 似乎都不是什麼天才 你看到他的CV 你都知道 其實就不是說很出眾 因為他教教一下 賓菲加 就走了一句大馬 即是我們很多大馬網友 馬來西亞網友 他去了大馬超聯的吉隆波城 就做助教 很神奇的 那一年 他是助教 但是我找不到 一個確切的數據 就是誰是主教練 他2012和2014 我知道誰是主教練 因為都是外國的比較大牌的教練 而2013這一年 似乎是找一個當地的土炮教練 去頂住 但是他也是助手 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 2013年 去過亞洲運吃一年 接著就回流回到葡超 回到史不停 又是一步一步升賽 所以他才教U15 上U23做助教 然後上U23做主教練 然後 就在史不停 撞到亞摩廉 其實他是比亞摩廉 去史不停 他也做了U23的領隊 但是 球會 並沒有選擇 他升上去做一隊主教練 即是說 其實以史不停的管理層來說 Farrow 是絕對不夠亞摩廉好的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注定他的能力 就是一個助手 助手不重要 亦都不是親信都不重要 都合作了四年 可能也是打一些下手 即是戰術上面的協助輔助 或者人員管理上 其實就助教的職務都很多 要照顧上面 也要照顧下面 一個教練其實有很多文書要處理 很多會要開 你一定要有些助手 可以有些場合幫到你去 甚至可能 記者會 誰幫你寫稿 一定會準備 還是有些問題被人問 要想定一些答案 我想就不會是主教練自己一個量度 都要有些助手 可能有些人 是比較擅長這一方面 是不是公關上 對答上 或者應付傳媒 應付老闆 或者管理球員 怎樣逐個去聊天 收集資訊 可能這些 就是其中一個人做 可能是Pharaoh 但實際是誰打誰 我就不知道 但是 似乎都是一定輔助的性質 第四位 這位老一點的教練 George Vito 就63歲了 他是一個龍門教練 龍門教練 大家都知道 就是專職訓練龍門 就不多會參與其他太多 但是我們就有點尷尬 因為兩個月之前 在俗聽黑之後 我們請了幾個新的助教 有雲老 有Ranny Huckett 還有另一個 然後第四個就是龍門教練 好像叫Lorella 那位教練其實真的很慘 因為本身 他就被金賓尼搬來的龍門 然後金賓尼去了白人 他就失業了 然後就簽了阿積士 誰知道簽完阿積士沒多久 曼聯又說要他 應該是聽黑要求要他 聽黑要求要他 就上了一份新的工 阿積士十幾天 我們又由他的新公司 拔他過來 就來到曼聯 即是說 他兩個月之內 是轉了兩次工 是不是又搬來搬回阿積士 又是由阿積士搬回曼士 其實搬來和曼士是很近的 總之就是很複雜 之後兩個月又被我們炒了 現在又聘請了一個新的龍門教練 其實就是龍門教練 我們一向有兩位 另一位就一直都在 就是做助手那個 我們沒有炒 之前聘請Rovilla的時候 就炒了一個很久歷史的Richard Hartis 都不是很久 幾年 炒了人 然後就聘請他 又被人炒 然後現在就轉了他 這個很明顯 他也是一個塗超的土炮的龍門教練 過去二十年 他不斷輾轉在浦超兩隊球隊 賓菲加 不是 布拉格 史布廷 布拉格 史布廷有時教U隊 有時教1隊 總之就是兩邊轉來轉去 跳來跳去 沒有跳出過去五大聯賽 其他球隊 或者跳去第三、四隊球隊 沒有 除了早年可能二、三十歲的時候 三十歲的時候 剛剛退役的時候 小球隊 他怎樣跟阿摩霖認識呢? 其實他們是在布拉格的時候認識的 布拉格 其實阿摩霖只是教了十多場球 就拉了他去試鋪停 所以其實你看到阿摩霖 他對於下屬助手 都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不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是不能夠關掉共事十多個星期 你就將別人帶走 要別人很相信你才行 如果別人覺得你沒有了 絕對不會跟你跳槽 我在布拉格做得好地 無緣無故被你扯回 到時我又得罪了布拉格 所以你看到 我相信他是一個忠實支持 跟隨阿摩霖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缺點是什麼? 我能力也不知道 但他肯定是一個強調傳控的龍門教練 其實我們上一位的Rovilla也是 金斌尼的時候也是 亞迪士的時候也是 這位也是 因為其實阿摩霖都很強調龍門的傳控 但他的缺點真的沒有跟頂級龍門合作過 也都沒有跟阿摩霖以外的頂級領隊 我不敢說阿摩霖是頂級 有經驗老一輩的教練 他還沒有跟頂級級的教練合作 頂級門將都沒有 因為士布廷和布拉格這十多二十年 他都教了二十年了 沒有出過真正的頂級龍門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材料夠不夠 都似乎因為他是親信才找他過來 他的球員時代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踢一下浦超 但是那個年代八幾年九幾年踢球 其實就很難考究 那時的浦超其實實力挺強的 但就不是說太多資料 看到他的水平去到哪裡 但我相信阿摩霖 我只能夠相信他的眼光 你能夠跟他合作得好幾年 來到曼聯希望也都合作得更好 最後這位Paolo Berreira 我就最期待 因為他事實上不是一個助甲 他是一個運動科學的專家 是一個PhD博士學位的持有人 其實他出身是典型的隊衣 物理治療師出身 即是在大學讀物理治療 然後可能實習研訓的時候 跟過一些運動隊 有興趣足球 畢業之後 都能夠立即入到浦超球隊 做物理治療師 然後做了幾年 就暫停球隊的工作 然後再進修或者做一些不同的工作 就在球隊的profile裡面 就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資料 但是跟著幾年後 就再轉了去英國的利物浦 就是一隊裡面做了三年的物理治療師 他曾經是在我們的死敵裡面打工 即是利物浦球隊裡面做其中一個物理治療師 然後他就在利物浦 可能為什麼加上利物浦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想在那裏讀大學都不出奇 就是讀博士學位 一邊做利物浦的隊員 一邊就完成他的PhD 但是在他做利物浦這三年期間 其實就搞不定PhD學位 正常的三年是讀不完的 如果你是碩士博士一起讀的話 沒有五六年你都很難埋單 所以他在利物浦做了三年 他轉去阿拉伯的某個聯賽做某隊球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亦都是再做三年 然後做完這三年就剛剛很舊他畢業了 就是2017年的這個夏天 就是PhD畢業了 他就是一個運動科學的博士 而他的論文是什麼呢 對曼聯重要到不得了 就是hamstring的傷患預防 這個真是我們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或者你要說服到Ineos 請他 因為你說帶自己做教來 是沒有問題的 但很少有教練會帶隊衣過來的 這個真是甚少 我相信一定是Amory極力推薦 開會的時候 他都會問到曼聯的情況 為什麼這麼多傷患 這個會是一個困擾他 將會是他要面對的問題 他說 咦?這樣的情況 不如叫我那個 試杯停的醫療的助手過來 就是覺得他有了 hamstring的傷患 如果他真的有了的話 曼智和蘇爾的hamstring 可以少一點出時的話 這個請人的收購 就比請一個好的球員回來 更加重要 就是如果他真的幫到手 事實上呢 我們的隊衣已經是漸漸漸漸漸完善的 他的CV也都很完整 學位夠高 然後就在士布廷教過 在利物浦教過 17年到20年 他也是回來 由阿拉伯的聯賽 回到阿仙奴做隊衣 他就其中一個隊衣 就不是Head 或者是Lead的那些位置 然後2020年才轉去士布廷 所以他兩次在英格蘭的聯賽效力 一對南部的阿仙奴 一對北部的利物浦 經驗是相當足夠的 再加上海外的經驗 和自己讀書的書本上 既能夠指上譚餅 亦都能夠有實戰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他相當幫到馬尼手 再有一個優點 就是去年我們簽了一個首席的物理治療師 叫做Jordan Rees 他其實是阿仙奴的物理治療師 再加上我們之前請來的首席軍醫 又是阿仙奴的前醫生 其實他們幾個是共事過的 阿仙奴那三年他們是一起工作過 所以他們是熟悉的 來到我相信不太適應 因為兩個Head 現在他也是一個Head 他是Head of Sport Therapist 跟物理治療可能會有少少的不同 物理治療師是下手下腳的 Sports Therapist 或者Scientist 就是宏觀一點的 他是儘管的數據 或者用器材 制定方案 物理治療師可能真的跟進去場邊 或者賽後賽前的放鬆 以及熱身會做多些 我相信合作上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的簽約 是真的相當之適合萬聯 無論是由適應性和能力 都是非常適合使用的 所以這個我是相當之開心的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人呢 不知道 因為我們萬聯暫時還未完整地宣佈 他之前都說到 是要多些時間 去真的觀宣整個新的座教班底 我相信還有一些合約的問題要處理 因為Armorium的解藥金 就是他自己的 其他有些人 有償倆給你 但是我相信以這個卡位的職員 就沒有解藥金 所以你不是說你想要就要 因為有合約在身 你辭職都要有Garding Leave 一定可能要兩三月通知期 甚至一年內不讓你在同一個Build 再做事 這些條款都是很普遍的 還有一些時間 我相信萬聯就會慢慢處理好 但是你聽完之後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座教班底 質素不是很高的 經驗就一定不夠之前就好 說今年開季的時候 是兩三個主教練級數的座教 最後都夠不怕 這個可能真的是主教練的問題 再對比再之前 其實在去年聽到 都有麥卡倫 雲達哥也是一個曾經做過主教練的級數的教練 這兩三個是不能夠比較的 但是當然 這個只是一個客觀上的感覺 如果經驗是絕對的 一定經驗好就會好的 這個世界就沒有年輕人發揮了 或者很可能就是一些年輕人 有新的概念 我們只能夠這樣想 希望他們真的夠了 應付這班大帝 還有一些舊的職員會留下 就是不止這一堆 廢查 似乎會留下 死球教練上年的G字頭 也會留下 其實廢查作為橋樑 即是和球員之間 或者青年軍和一隊之間的橋樑 其實他一定的作用 所以他不走 我自己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接著就落到戰術這一部分 我相信我不用說太過複雜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他是主打3-4-3 或者叫他做3-4-2-1 他在前三間球會 一直都堅持這套打法 我看不到有什麼原因 他突然會轉 因為我認為 廢查的死因之一 不是全部 其中一樣很關鍵 就是他沒有堅持自己擅長的打法 他去改了做一些 根本自己都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你打開傳控慢節奏 你走去打迫搶 不是你說打打的 結果你見到打出來的 那些細節配合 其實完全不行 世界上你說 好像安策落堤 去到不同的球隊 打不同的戰術 不同的節奏都行 玩得好 玩得轉 其實得真的好 一隻手都數得完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所以以一般的教練來說 就算你很有潛質也好 肢力淺一點 你還是堅持自己那套好一點 我預計Armorium 就不會搞太多的屈袖 或者妥協 他還是會先堅持自己那套 他亦都暗示過 之前有一些間段訪問 他都說自己 在開始一定會用自己熟悉的打法 安排給他們踢 整體來說 他的戰術 他是偏好一些體力型的球員 他覺得intensity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跑 要拼命 要搶球回來 不一定要做high pressure 但是你去到那裡 有危險的時候 你要有能量去 cover 場的範圍 這個就是Armorium的 選人的第一標準 無論什麼位置都是 至於他的戰術 3-4-3 我們先說3 就是前面的3 或者2-1 也好 你當他3-4-2-1 或者3-4-3也好 總之前面那3個 中鋒的位置 我覺得 不是那麼絕對 因為他近兩年 用基奧卓尼斯 用得很好 基奧卓尼斯 有一個強力中鋒 適頭鎚的 衝擊力好 跑得快 射門能力好 但技術比較粗 挺典型的一個強力中鋒 就是負責入球 衝鋒陷陣 但他前兩年 其實未有幾個卓尼斯 他對中鋒入球 不太多 都是輪著幾個人 一個就是沙拉比亞 有時就是另一位的老將 但也不是什麼一流的球員 沙拉比亞現在做狼隊 其實他也不太能踢得到 但是 兩類不同的人 但他的成績都可以好 當年未有幾個卓尼斯 其實他也拿了一年 普超的冠軍 但那個人 暫時看下去 一是你很厲害 入球衝鋒 一是你很厲害 否則他應該會傾向 用一個全能一點的球員 就在前面穿針印線 潤滑劑的角色 要跑到的 又要做到球的 入球不一定要很厲害 但你不能塞很多球 要鋪到球 這個我稱之為 一個全能的前鋒 另一位 身後的其中一位 的組織者 或者其中一位 的進攻球員 就其中一位 一定要是一個 有活力的組織者 就譬如 他現在試booting的 鋼卡斯 他本身是一個逆風 但慢慢打下來 攻中10號又可以打 防中8號又可以打 他跑動能力好的 亦都有一定的擺脫能力 所以他是負責一個創造的角色 就不用做很多突破爆破 他就負責用球 其他球員會幫你拉扯 你一定會有空間做事 另一邊 多數 一是就用 純粹 一個突破型的翼風 即是自己跑得快 能夠推散球 落到底 扭到球 那些 但入球都未必很好 始終試booting 其實就沒有什麼能力 全部人都是很頂級 又有得球 又跑得快 沒有可能的 他就會用 Marcus Edwards 其實只懂得跑步 只懂得在射球之前做到最好 射球的腳就做到很壞 有時也會用沙拉比亞 其實他有很多翼風 好像隨便用誰都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就是 旁邊那位 和前面那位 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兩個 加隨便一個 這個位置 反而我覺得 不是很重要 萬聯有什麼球員 可以適合強力中鋒 我們就沒有了 海龍應該是一個強力中鋒 但是暫時他就不夠強力了 所以他有少少四不像 有點尷尬 但是如果有耐性的話 海龍應該是向著基奧卓尼斯的方向 是飆上去的 總之就是跑搶頂入 就是這樣 如果全能一點的前鋒 其實福仔 現在這一兩年的慢慢轉型 他都算挺全能的 當他不衝進人堆的時候 他的酷球能力不錯 即是有突破的能力 又拐了兩下球 即是斬球也不錯 轉邊 全球那些 其實你看到他在翼鋒中 數一數二 所以他假以時日 少少微調下 其實他作為一個全能的前鋒 又速度 其他東西又不是太差 射球 不過他不太差 比試杯停頭兩年的前鋒 所以福仔也有可能會打這個位 阿瑪特也是 即是他有潛力 能夠做到一個全能的前鋒 亦都能入到下球 至於身後那兩位 左邊高活力的組織就是 兩個天然球型 Buno 配合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孟治 配合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位置我一點都不擔心 至於右手邊突破型翼鋒 或者腐鋒 難一點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人夠斑 阿瑪特可能是其中一個 即是他是最有突破能力的翼鋒 在孟聯陣中 但都並不是 Marcus Edwards 那種純粹速度爆你那種 他不是的 他都需要一些空間 扭一下球吸一下球 加拿祖兩樣都不算是 突破型翼鋒 腐鋒也不算是 因為腐鋒你就是負責入球 突破他又不是真的很好 但就剛剛講過 這個角色 我自己認為是這套戰術 不是真的很重要的 即是其他的位置實正 你加個加拿祖在那裡 傷害不大 即是可能他都可以慢慢進步 而左邊如果用孟治 右邊用Buno行不行呢 都可能行 但就需要有兩個很強助攻的翼鋒 暫時來說 萬聯未必得 但是如果你特別長次 不需要做突破的 即是反擊 縮低一點點 其實用孟治加Buno在前面 都可以考慮 至於蘇克斯和安東利 我就覺得真的難得發揮 因為蘇克斯既不是一個強烈中鋒 亦不是一個全能前鋒 他跑不了 亦都不是說可以幫手迫搶 他做不到的 安東利在翼鋒上 突破能力有弱 入破能力有弱 他亦都不是一個組織者 所以他都找不到他的位置 這兩個球員 是會有些問題的 接著到中場位置 中場 他有 我們翼鋒 有四個人 其實他們多數是 介乎平排 就不是福徒分 但我方便是寫東西 安排才能分開 其實兩個翼鋒 通常都是一個稍微偏攻少少 一個稍微偏守少少 但兩邊都需要有一定的技術能力 通常一邊會有一個全能的翼鋒 或者一個全控型的翼鋒 就像他們以前的紐盧迪斯 紐盧迪斯不是真的很進攻型的 他做工數字不多 或者一些老將的翼鋒 或者市部停留很多三十歲以上的老將 其中一邊就是他去打翼鋒 另一邊就會用一些很進攻型的翼鋒 或者全能型偏進攻的翼鋒 去打翼鋒 以前用阿帕道波羅 就最成功 接著就被二次看中了就是他 後面兩個防中 一個會是接近一個Boss to Box 高活力的 另一個就是留守拼搶型的防守防中六號位 高活力的B2B 他們會偶爾用鋼卡士 即是打翼鋒的其中一位 下來打中場 亦都現在是用守田英正 即是那位日本球員其實相當好球 另一邊的防御型六號 最以前就是帕蓮娜 拍蓮娜之後就變成烏加迪 烏加迪走到游曼特 你看到是一墨相成的 他用人三個類型都是這些防守翼 稍為偏組織多些 稍為偏進攻多些 稍為偏防守多些 但基本上他們都是那種類別的中場 所以這個相當清晰 你說曼聯有沒有人用呢 是有的 即是全能型的翼鋒和翼鋒 或者翼鋒 可以試一下安東尼 安東尼 在進攻翼鋒 他不夠銳 不夠銳 即是比較平均 其實他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是有得可以試一下的空間 其他兩位 所以蘇爾復出的話 他會是一個傳統型的翼鋒 馬沙奧利也會是一個傳統型的翼鋒 然後那邊的相當進攻翼鋒 我就真的想不到什麼人手 就只有達洛 因為馬沙奧利也不夠阿帕套撲羅那種 翼鋒也沒有 即是沒有誰真的可以打到防守翼鋒 阿馬特不行 加拿蘇不行 唯有都是安東尼 所以看看會不會孟治這些球員 都可以塞進翼鋒 他有這樣的能力 我自己認為真的可以試 至於防守翼鋒 防守翼鋒就不需要擔心 烏加迪和卡斯米露兩個都可以打 但是高活力的BoxerBoxer 我就真的看不到誰 在我心目中很適合這一套陣型 就是卡斯米露 活力不太夠 即是可能他踢這套陣容 不夠人數的Follow-up 卡斯米露會有一定的問題 文露呢 活力就當然不夠 你要打兩個防守翼鋒 其實都很需要守得 而且真的體能都要好 文露暫時都給不到這個信服力 不知道Buno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的 因為他有時用干卡斯打中場 中 Buno的能力不會比他差 干卡斯可能稍微技術好一點 快一點 但Buno轉球 還有那種狡猾的感覺 比江卡斯更加好 所以我認為有機會 他會拉Buno來打中場 BoxerBoxer有他 其實都可以 前面如果有孟治健康 這個可能性會更加大 至於後防呢 就簡單一點 一個就是有閘位屬性的中堅 就是他們用恩拿斯奧 全控高大型的中堅 他們一路之前用的老章 高瓦迪斯 切利物浦那位的烏拉圭中堅 其實用到相當大年紀 都是打正選的 他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人物 右手邊的快一點的一個全能中堅 就會是迪奧文迪 我預計曼聯 速度型的中堅是不夠 可能還要買的 但暫時先頂住 都不是不行的 有閘位速勝的中堅 馬沙奧利和馬天尼斯 高大全控的中堅 有迪列特和麥加雅 如果說慢 高瓦迪斯比麥加雅更慢 他年紀再大一點 當然英超難踢 但麥加雅是完全不能用的 未必的 右手邊的快速中堅 Lenny Loro 復操之後 我相信就要用他 因為他速度真的快 如果不行 又是馬沙奧維 我覺得馬沙奧維 很多個位都可以踢 有他在這裏 其實就不是很大問題 至於龍門 一向都是講求傳控 我相信Onana就很合他心意 這個沒有大問題 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整體看 我覺得適應程度 萬聯球員 不是太差的 這套陣是可以打得到的 一路其實我都覺得 萬聯是應該試一試 轉三中堅去試一下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 其實都沒有認真做過 但是也有些人爭 逆位我剛剛講到 達洛那邊沒有好 所以我只是計算他沒有傷 但如果他有傷 其實左邊也不夠好 一對逆位是最大的問題 繼續中場 8號 box to box 未有完美人選 然後就是中堅 差一個快一點的中堅 伊雲斯和連迪洛夫 走的機會很大 然後就真的要再更生換代 中鋒位置也不夠好 你要用幾個距離師 一比下去的海龍 就完全不是那個 但是我剛剛講到 其實中鋒對阿摩林來說 不是最重要的 這個只是影響你的上限 你沒有好的中鋒 你最多就是七十幾八十球 有的 就變九十幾一百球 但是七十幾八十球 你其他的範圍做得好 你都足以去回四五位的水平 這個我暫時認為 就不是太重要 因為你現在這麼急加的中鋒下去 其他東西做得不好 其實都很浪費 儘管就放長雙眼看 有一個球員我覺得很可惜 伊蘭加 或者叫他艾蘭加 是真的很可惜 這套陣 根本就是為他而設 我覺得他打右翼位 或者左翼位 會是相當之對的 體力爆 肌肉爆炸 又是勤力到爆 他上上下下 不會比當年乾地的摩世士 但很可惜已經去了森林 亦都跟曼聯有點反了面 有傳家說 有個U隊的小朋友 文達道 就是會被考慮的 他就逆位出身 在青年軍隊的描述 就是一個Frasotel的球員 即是說很多功能性 很有潛力 儘管看看是怎樣 但其實他年紀相當細 十六歲 現在是U18 出了九場球賽 翼鋒或翼衛 有六球一助攻 不差 但是十六歲 拿上來一隊 會不會太冒險呢 以Armorium的風格 其實很肯用小朋友 你如果見到幾個月後 他一聲上來打定選 你不需要意外 青年軍 我相信有些人 是會得到重用的 但是Armorium 已經說得很清楚 冬季是不會買 Sputting的舊賬 我相信這個是對Sputting的軍旨協定 你去到新的球會 你就不要搞我們 因為Sputting 正值在一個關鍵的時候 如果是歐聯盟出到線 他們的財政收入會大增 所以就很想在這幾場球隊 繼續踢好他們 冬天真的不要搞他們好些 至於夏天 他沒有說明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 大家看看事情發生 這個不知道會怎樣 我覺得他肯定是想的 包括基奧距尼斯 更好的中鋒 中堅 欣拿斯奧 迪奧文迪 剛剛說過中堅是需要補 翼衛 Sputting其實沒有什麼好選擇 他都是東拆西場 然後這邊補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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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不是一個長久的好人選 賣走了 薄羅 紐路文迪斯 全部都清掉 暫時他都找不到一個長期的方案 所以就是這樣多了 防中還有閒錢的 尤孟特也可以 其實季初我已經說 我很喜歡尤孟特 但就儘管看看有沒有很舊的資金 也都要看今季打成怎樣 簡單來說 進攻型的三四三 三四二一 但是不是反擊 不是防返 不是打公利的足球 他是一道講求全控 但同時兼顧到反擊的一個現代先進的足球體系 今季的Sbooting控球率是去到65.5% 是高居浦超的第一 第二名的賓飛加和波圖只是60.5% 第三名的60.4% 跟他們相差5% 不要說什麼浦超容易 踢合了眼都會控制到戰局 絕對不是 你看到他的陣容 看到他用的資金 就是因為他營造到這個傳統戰術 他們才有這樣的成績 不能夠本目導致他因為有好成績 因為容易踢 所以他有高控球率 這個是剛剛反過來說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說他會是靠防返 又反回走回去以前的 莫耶斯 摩年路 那些舊路 絕對不是 但是同時你要他打防返 要他在某些場次上做一些實際功利的足球 他又做到 因為他在歐聯對著萬成那場 贏4比1 他只有27%的控球率 所以他不是一個絕對 癡迷傳控的教練 但他基本上是用傳號做筋底 他的龍門是很少斬大腳 同一個陣容 他可以放出來都是3-4-3 但是不同的演繹 他可以表現到不同的戰術態度 所以這個 我相信就是一個 我想要在TankHard身上看到的質素 而TankHard永遠都做不到 永遠都是對任何隊都是衝上去 到最後他才有少少 才是想改 但是改不及了 所以我其實 很期待未來這一兩三個月的發展 我相信 變化會相當大 結果是好還是壞 沒有人知道 但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勇敢的教練 亦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今天講到這裏 希望 我不知道過幾天還能不能拍到 因為過幾天我就沒有得搭火車 沒有得搭飛機 我會自駕遊 駕車我沒有辦法做到片 所以就儘管看看行不行 不行的話 就等我回英國 到時直播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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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